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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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四节 向了忙的时间 你看到嘉宾突然有一个变化 你看到长毛因为有重要的事要处理 所以先行离开 然后有另一位跟蔡元川有很密切关系的嘉宾 志愿者 自可介绍 朱先生 大家好 我叫朱凯迪 是石江蔡元川支援组的成员 好 谢谢 我想继续刚才的讨论 我知道蔡元川本身虽然有这么久的历史 但其实也有一些年轻的一辈 因为可能经济关系都会回到市区工作 在这次整个抗生运动里面 其实他们这次会不会特地回来帮忙 甚至是很积极投入整个运动里面 会 其实都是全村总动员的 譬如他们都会请假 很多活动 譬如盗赏团柳 他们都会帮忙 或者所有的示威行动 他们全部都会请假 回来或开会都会 其实刚才我们在约西时间那时都说过 其实那里有四代的人在 我知道其实你都说过 特别是第三代或者可能是第二第三代 在整个运动过程里面 都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的 其实老人家的参与都一样重要的 如果他们身体健康的 大部分人的参与都差不多是一致性的 如果是一些我们要出去做见官 或者是请愿去房屋局 没有分老友 BB都出来 小到BB都出来 大到80多岁都出来 都没有间断的 都是这样的 或者问一下朱凯迪 其实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对这件事 会特别关注 或者甚至是一个这么积极的投入呢 其实有什么观察令到你觉得 一定要帮这班出民一把呢 我个人和我的伙伴的介入 其实是一个漸进式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即是说不是一个好像 先好像在周围看清楚 观察清楚这件事 然后再有个选择 我要下多少力 那是一个慢慢去想这件事 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会开始要做这件事呢 对我来说 其实一直都觉得这几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是香港社会运动也好 或者政党也好 都是失语的 就是不懂怎样去介入的 就是跨境的基建 或者我们讲的 朱三角融合这些议题 这些议题因为那个尺度很大 每次都讲的 连回深圳 或者连回广东省 接着它涉及的资金又很大 很多时候你看到 就算拿一些议外去立法会 都是一个很小的讨论底下 就通过了的 可能就算范明的议员 他想搞尽脑汁 到底这些议题 我可以怎样角度介入呢 可能他最多想到的就是 如果一地两检的话 会不会涉及这个大陆公安 在香港的境内执法呢 这类好像河水不犯井水之类的问题 所以这一个恩着一个跨境基建 而要去在新界那里 去令到有几百个村民要迫遷 这个事其实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设入点 它设入到两个大的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新界很多的 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 很多的结构性的政治问题 或者经济问题都好 其实是一直都没有处理的 在回归之后 譬如丁屋的申请 是职压到不得之了 也都没有人想着去解决它 而蔡元村的村民 作为一帮战后来到香港 承担香港主要农业生产任务的 一帮香港人 他们是长期以来被忽视 以及被边缘化的 要将这个问题带回来 是这个运动的其中一个要点 另一个要点就是 刚才我说的 它都令到我们民间的团体 或者政党开始去识问 到底跨境基建是什么一回事呢 或者到底我们面对这些大型的基建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 有什么切入的角度 特别是如果从左翼的角度 我们有什么可以说呢 很多时候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一件事 其实我刚才上一次也有提到这个议题 很多时候就是 长毛拿了一些资料给我们去分享 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的数字 就是很好笑的 为什么全部的数字有八雅有三 然后就是说你做数 读数不知读得得次两点 所以很明显你会看到就是说 如果作为政党或者作为一些政治组织 它一开始的赤裸转 可能就是说要香港融入于整个 譬如说诸三角的经济体系 要做一个普及的话 那你很明显你会看到 第一件事就是说 在主流媒体里面 如果你敢唱反调就是说 例如就是说 咦我们要跟诸三角的经济团队的时候 要想清楚才行 很容易会被人觉得 你是其实是令到香港发展拖慢的一个 一个罪犯来说 所以其实在你整个抗争里面 你会不会发现到很多时候 都听过一些人说 就是说你好像阻止香港发展 阻止地球 就用这种说法 就是用这种说话来到 将你们做的事情完全否定了 你先说 好的 我们现在社会 将所有的资料都公开了 其实都很清楚 就是说其实可能性 最重要是可能性有很多 亦都是政府回避了 以及逃避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 例如有其他地方 刚才都讲过的 机场的用地 就是摆了这个叫做 莫需要有的罪名 在我们身上 现在大家都会看到 整个铁路的兴建 现在问题已经不是集中了 在蔡元村搬不搬 或者是迁不迁 而是集中了这条铁路的价值 和对香港人的意义 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晰了 清者自清了 我觉得固然肯定是 整个主流的舆论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就算这个运动 其实是由去年年底开始 去到可能去到现在 它仍然都是一个 甚为边缘的题目 或者那个主流的声音就是 你见到几份 例如某几大的 就是亲政府的报章 基本上是 完全是 对于蔡元村的村民 是一种好像 你一版新闻 当然就放一个头 就仍未解决 或者阻止了 这样的态度处理 但是我觉得 香港社会 其实回归十二年 是我们的舆论 或者我们的市民 特别是年轻一辈 其实它有能力去 就算主流媒体 是被这么强大的 去被控制也好 都有一些空间 去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的是 经济的发展 透过基建去做 其实真的涉及 尤其是这类的基建 基建都分很多类 这类的基建 你看到是 给很少数人去用 然后用的钱 就是大家的钱 可能涉及其他 地产资本的 一些瓜葛 好了 这些这样的进步 这些这样的发展 其实是 我们其实有条件 或者有能力 在社会上面去挑战它 挑战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对它的质疑 其实都是社会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社会 慢慢懂得如何去尊重人的 生活的环境 不是随便用一个价值 去令到其他价值 是完全得到漠视 完全被漠视 这个其实正正就是 社会要整体发展的 其中很重要的元素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 在香港讲的 而是在诸三角 我们也要讲的 也不是说 广东省 我们在广东 unterschied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要上坊 有 hä呀 那样 只要配合 其實深圳那邊,在深圳東部的居民是很反對的 為什麼呢?因為深圳自己的開發的強度太大 30年什麼都被丟掉了 其實香港禁區的邊境 是他們唯一一個覺得是一個很大片的綠色 讓他們的生活得到,很透氣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覺得這件事是要關注 反而香港其實我覺得這個環節就是我們怎樣去開始 跟深圳的人,或者跟廣中省的人一起去想事情 一起去為一個可以持續發展,或者平衡一點的發展去思考 或者其實我想蔡仁村這件事不單止是跟蔡仁村的居民有關 甚至我想其實所有香港人本身要想一想自己地區重新發展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完全覺得發展一定是正面呢? 或者一會兒我們再繼續討論 一會兒見